鸳鸯盗宝奔亡命 因剑平一行 于客栈落脚 还记得我们从京城搬来之前 曾经藏过的东西吗 那真是令人怀念哪 是啊 爹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我把那些宝贝拿走的 有机会的话 还真想回到那棵大树底下看看呢 这二人好生奇怪 你们看什么 我们正在聊天 干你们什么事 两位误会了 我们正欲去歇息 无意打交 师妹 我们走 大家休整一夜 四日清晨准备出发 是客栈中的那一顿 看你们躲到哪儿去 竟从京城飞到此地 师父他老人家还真是手眼通天 雅客族 你二人不知廉耻 盗宝私奔 为师门蒙修 还不速将宝贝交出 可饶你们不死 都是个盗宝的 师兄 他们人多势众 咱们还是将宝贝 万万不可 若交出宝贝 岂不是自断后路 咱们今日横竖要决一死战了 明顽不灵 是你们自己找死 咱们走吧 何必夺管闲事 一夺七少实在说不过去 咱们还是帮他们一把吧 住手 看是谁不留谁 咦 五个五个了 终于可以五个了 神魔供 人家可久等了呢 曹沁 领命 这不然有无法卑剑 没有 好烂喔 这无法卑剑 曹沁领命 曹沁领命 雅克族跑这么快 人家可久等了呢 曹沁领命 我这么快 我这个很难打 曹沁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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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妹,我們走 夾克祖說他是要沉默的 不然叫沉祖啊